在上完前面一堂课 讲的是最常用的吉他节奏1 之后应该要开始自弹自唱 但是在自弹自唱的课程之前 我想要先教一点观念 当你在看我的影片学吉他的时候 其实我教的是你的大脑 你的大脑除了当我的学生之外 还必须当你的肢体的老师 你要对自己当学生的那个部分 多一点耐心 至于你自己当老师的那个部分 我建议你要懂得观察 如果可以善用侧录的工具 像是用手机来录下你的练习过程 我觉得会很有帮助 另外一件事情 在进行自弹自唱之前 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自弹自唱 自弹自唱其实你同时在扮演两个乐手 就是伴奏的那一个乐手 弹吉他的这一位 以及担任歌手的那一个 就是你的声音 所以你的大脑同时要照顾 两个不同的演奏方式 其实还蛮忙的 在上一堂课的内容里 我蛮强调拍子的重要性 并不是要你对着节拍器 去数1 2 3 4 而是我希望你在心里面有一个律动 现在我要开始示范一下 在1的时候拍一下手 会有一个click声音 1 2 3 4 1 2 3 4 这个能力非常的重要 在学任何的乐器都会用得到 好 现在在每个1 我建议你跟我一起拍手 有差一点点的速度没有关系 大致相同就可以了 连讲话的步调 都要走在这个牌子上面 1 2 3 4 好 我要开始唱咯 唱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音节会落在1上面 有的时候 有一句歌词 会在1之后才开始唱 有的时候 有的歌词 会在1之前就开始唱 好 best of my love 每个夜 i'm lying in bed i'm lying in bed holding you close in my dream think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aid coming apart at the scene 大概是这个概念 再来是一个当你弹吉他同时唱的时候 即將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如果你不常唱歌的話 因為你的聲音的控制經驗可能比較不夠 很有可能你會覺得自己的音準不太好 甚至是走音的 可能你旁邊經過的家人會笑你 覺得你的唱歌荒牆走板 我希望這個時候你忽略你的音準 因為在練習自彈自唱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每個音開始唱的那個時間點 每個發聲的時間點是最重要的 那個時間點我們會說叫做Rhythm 以後我會有詳細的解釋關於Rhythm的概念 但是你先把注意力放在 什麼時間點你要把那個聲音唱出來 音飄掉 不管飄掉多荒唐 都暫時忽略它 一次一句就好了 當你每一句唱好了之後 再把這些句子串成一個段落 每個段落都練好了之後 再把它串成一首歌 把唱的部分先練習好 再跟彈奏的部分結合在一起 畢竟在自彈自唱裡面 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聲音跟表達歌詞的那個聲部 吉他他是站在伴奏的位置 不要把過多的比重放在吉他的彈奏上面 再來是最後面這個部分 也是最重要的 自彈自唱這一關啊 很多人會在這個地方打退彈鼓 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對自己的聲音不夠滿意 覺得自己好像不是玩音樂這塊料 我想要說的是 過度的要求自己在這個時候是一點意義都沒有的 這個不是考試 你也不需要向誰證明你自己 這個只是在做一件你覺得有趣的事情而已 所以你要把重點放在過程 享受整個過程 不要看結果 在彈吉他這件事情上面不要太功利 每當你有一點點的進步 可能你只是會彈了一個句子而已 甚至還不是一個段落 還不是一首歌 但是你要去享受每一過程 有一點點的進步 其實都會有一些快樂 你要去感受到這些快樂 自彈自唱的課程就要來了 所以先把這首歌聽熟 然後唱熟一點吧 很好看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